主要這今天上課的內容主要是說希望透過學生能夠透過測量很多工具的運用 那這些運用上面主要還是啟發他們對於工具的對環境的這個敏感度 什麼樣的敏感度因為學生們他們可能我給他一發尺他就知道尺的功能 但是他卻不能夠結合其他的相關工具去運用 那透過這樣簡單的測量我就會有相關的數據出來了 那在環境裡面跟學生如果之後單純跟他講說樹長的樣子或者是樹的方向 那他可能沒有辦法那麼明確的去證實或者去推論 那透過一個小小的實驗跟小小的測量就有簡單的這個數據出來了 那透過這樣子的關係我們就可以讓他去進入我想要表達的課程的重點在哪裡 那今天主要講的是希望學生能夠了解植物或者是這種生物在環境之間的影響 受到哪些環境因子的條件所控制 那也因為這樣子會有量出風或者是陽光的條件 然後讓他們去做推論然後才會歸納出一個條件出來 那也是藉由這樣子的方式提供給老師說在戶外的環境裡面不是一定得說一直解說 而是可以透過簡單的數據或者去做出一個歸納進行課程的說明 其實在戶外學生們他們最希望的還是盡量去接觸 只不過是我用了一些測量的工具讓他去接觸了我原本要他去接觸的事物 重點是學生他敢去發表他所看到的想到的跟做到的 那麼這就是戶外教育裡面最容易表達的事情 那應該再等一段時間 我們要把軍事物放在這裡 然後再等一段時間 我們要怎麼回答 然後再等一段時間 那時候忘記了 或者現在我們要怎麼回答 那 Mexican 我怎麼回答 有多難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